胡先生,你是否九九列的交通藏私案? 歡迎大家收看超靈潭,我是馬王 我是士師 今天我們將會帶大家去元朗的大崎嶺村 去了解一宗大崎嶺村的交通藏私案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大崎嶺村的外面 這宗案件是怎樣? 這宗案件是在1999年 胡先生打算和家人去吃飯 約了他們 怎知道家人無法聯絡他 失蹤了 家人去了報警 一開始警察都是當作這件事做失蹤人口案 他女朋友一直不死心 瘋狂打電話給他男朋友 其中一次就收到胡先生的來電 但來電不是胡先生的聲音 就有個男人說 胡先生做音錶很忙 一會再回答給他 他女朋友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胡先生一直都有交代 就算發生任何事 他都會親自打電話給他 他就立刻紋身到要去銀行 看看他們的聯名戶口 有沒有少到錢 結果一查就發現他們好幾個戶口 就不見了總共7萬元的港幣 交給警方調查 警方查回CCTV 發現一名女士去按錢 就抓到疑犯 喊問他 他抓了三男兒女 抓了三個男性 他們落口供的時候都相當冷靜 提供了一個A的版本 空徒就騙了胡先生 即是死者 他說他媽媽的錶壞了 想他上門幫他做 騙了他過來這裏大騎嶺村 421號這裏 之後胡先生就乘車乘坐來這裏 一進屋子就被人挾持住 把他挾持住之後 在他身上就拿了錢包出來 拿了他的銀行卡 信用卡出來 打他 逼他說銀行卡的密碼出來 他們得到第一個密碼的時候 就去按了錢 第二次回來的時候 再逼他說銀行密碼 胡先生都非常之不合作 就拿棍毒打他 第三次的時候 他們就拿條繩 敷著他的頸 就錯手殺死了他 這個是第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 就是陳文輝說死者胡先生 欠他四萬元左右債 但是胡先生只是還了兩千元 其餘的錢一直都未還 所以他就有騙他過來這個大崎嶺村 就逼他還錢 這樣說的 這個版本其實是上到庭之後 他就推翻了之前自己在警署下的口供 可能陳文輝改了那份口供 所以陪審團就宣佈 謀殺罪名不成立 判為誤殺的 以及非法處理屍體 今晚我們就會帶大家去案發的地點看看 立即出發 好 那單位就是這裡 一邊 那現在帶大家走進去看看 因為現在很多狗在這裡 那我們要細聲點說話 那事發的單位呢 就是這間 那旁邊就很多狗 尋龍赤 尋龍赤 我想問一下當年交通藏屍案的案發單位 在哪個位置呢 麻煩你幫我指出來 麻煩你 指著後面 對 就是這條行內 剛才那個單位 那單位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指在後面那間屋 是不是就是橙色那間421號 如果是的話就打開 不是太交叉 麻煩你 尋龍赤 尋龍赤 我想問一下胡先生的靈魂現在會不會在附近呢 如果是的話就請打開 不是的話請合起來 麻煩 打開了 尋龍赤 尋龍赤 我想問一下胡先生現在的靈魂現在會在單位裡面 還是在隧道那邊呢 如果在隧道那邊請打開 在單位裡面請合起來 麻煩 在隧道那邊 在隧道那邊 你試試在隧道那邊跟我們交通 好 我們相信當時兇徒在剛才的單位 一直沿著這條路 推到隧道那邊 看到有村民放下了胡先生的屍體 現在馬上過去 然後就走了 對 然後就走了 然後就是 村民看到有個桶在那裡 所以就報警 不是 他是失蹤 先報警 對 因為胡先生家人說他失蹤 那就報警 警察都是當一般失蹤的案 這樣斜著做 應該都 來到時光隧道這邊 當時兇手就把交通放在這個位置 看到有其他村民 然後就走了 這裡是陳龍赤 我們過來 想問一下胡先生的靈魂 現在是否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的話請打開 不是請打交叉 麻煩 打開了 你好 請問胡先生是否在現場 胡先生是否被兇徒推到這個位置棄師 胡先生是否被兇徒推到這個位置棄師 胡先生 胡先生請問你還有沒有生氣陳龍輝先生 是否中心 是ja 有 在屋裡那邊有人居住 我們就來試試用盒子 看看會不會和胡先生溝通 哈囉 請問胡先生在這裏 有沒有其他朋友在這裏 HELLO 請問胡先生或是有其他朋友在這裏 試一下撞香 現在上幾支香 HELLO 請問有胡先生或是有其他朋友在這裏 HELLO 請問胡先生是否在我們身後 胡先生是否在99年交通藏屍 是呀 我想問當時的兇手是否因為沒有力氣 推你已經很累了 推到你 就把你放在那裏 為何這麼多年你都投擔不到 我想問一下 胡先生是否覺得兇手因為判了誤殺 所以你還未沉冤不暑呢 其實當時的情況是否是兇手這樣說的事法呢 是否你欠他們賭錢呢 還是他們暑心積慮想去謀財害命呢 對你 胡先生是否在這裏 請問 你感到一些不 Bookroe 屬� irrelevant 我覺得打算的確 如果是他看大使物 可以打算你 照 there 承認 我現在不會打算 就是za Gun 请问你还有没有怨恨对陈文废呢? 请问你还有没有怨恨对陈文废呢? 因为其实他已经放了牢出来了 或者你有没有去找过他? 因为据我们所知他已经成家立室了 还有他也有生意上的发展 那你会不会怨恨他奪去你的生命 现在他又有这么幸福的生活呢? 或者你有没有尝试去找过他? 会不会还在争恨他? 你会不会不甘心他坐得这么少? 会不会搞的 对对对不起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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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做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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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丁 在影音梯涼处理一下 有点复杂联系 你是不是真的有賭錢的習慣呢 胡先生 還是兇手誣衊你呢 你是欠他們錢的 胡先生 你是家中的獨子 你有沒有記掛著你的父母 尤其是你爸爸 胡先生 你有什麼想跟觀眾說嗎 沒有吧 我也看到沒有 好了 我們都不打擾你了 希望你安息 希望你重新投胎做人 現在用火刷人 現在看看能否拍到有火刷人 有啊 剛剛閃了 這裡也有很小隻 很大隻 在這裡跳著 這裡也有一個 這裡周圍都很多火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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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每一個位置都有一隻 連我時光隧道裡面都有 嘗嘗狗狗 看看有沒有狗狗 然後再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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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拍不到有狗狗 剛剛我們也靈探完了 Mega 你覺得怎樣? 我自己原本最想知道那兩個版本是誰才是真的 因為陪審團聽了第二個版本之後 就判了他做誤殺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教了他這樣說 改了一些口供 所以之後就判聽了 我們和胡先生都嘗試溝通過 都有少少反應的 信不信就有觀眾 陳文輝都在自己餐廳的專頁 回應網民 就說數已找 其實是不是殺了人 坐幾年牢就找到數呢? 那就留你們去決定 今集我們就到這裏 喜歡我們這條影片就給LIKE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加入我們的會員可以看到 NG片段 還有絕密片段 還有會員的直播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